姑娘为了应付母亲安排的相亲 故意浓妆艳膜打扮的花枝招展 这让相亲对象直接傻眼 只能硬着头皮聊起了澄清事宜 谁知姑娘却心不在焉 不但呲溜着喝水 还将水故意洒得到处都是 我昨天喝大了 头有点疼 别介意啊 易公子闻言震惊的瞳孔都大了 为了缓解尴尬的场面 易公子赶忙呼叫小二上菜 等到各种真羞美味上了桌 惊吓像是被饿了三十天的乞丐 对着饭菜就是一顿扫荡 紧接着大口送进嘴中 看着姑娘粗俗不堪的样子 易公子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女子的德行 妄图让对方迷途之反 可惊吓怎会让她如愿 直接拿起猪蹄砍了起来 女子吃东西 怎能有如此行为呢 怎么了 惊吓文言毫不在意 她平常在衙门当职的时候 就算是旁边有失手 依然是吃饱了才能干活 这让男子惊掉了下巴 让惊吓嫁给自己之后好好学学规矩 并辞掉不快的职位 谁知惊吓却打断了对方 称自己这双手 经常会解剖一些尸体 有一次自己当职太累 没有洗漱便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发现自己身上爬满了虫子 这让相亲对象差点吐出来 而惊吓会声会色的表演 全被从楼上下来的王爷看在眼中 这让他瞬间回想起 之前在锦衣卫跟惊吓用饭时 他也故意讲剖尸体的事情 来恶心自己 这让王爷脸上不自觉地露出宠溺的笑容 当即吩咐一旁的侍卫先回去 而他则站在一旁 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一切 这时惊吓又讲述了自己的相亲历史 每次相亲对象得知他是一名赌快 还要处理尸体时 都会吓得屁滚尿流 唯有一公子如此淡定 真不愧是世间豪杰 不料话音未落 一公子匆忙借口有事要离开 这让惊吓顿时愣住 急忙叫住了对方 这一桌子菜您不付银子的呀 我一口未吃 为何要付银两啊 惊吓闻言也有些心虚 准备和对方平分饭钱 一公子从没见过这种无理取闹的姑娘 气得扭头离开了此地 这让惊吓十分懊恼 自己费了这么大的惊演戏 竟然还要为此赴银子 正当惊吓碎碎念时 王爷已经大不留心走到了他的身边 渐竟是自己暗恋十年的王爷 惊吓顿时惊喜万分 可随即他就回过神来 慌张地解释刚才的一切都是假象 您这样的方法打发了多少人 相亲对象啊 几十百把个吧 王爷闻言也被这数字吓了一条 立刻询问惊吓相亲了这么多场 难道就没有一个重意的 听着王爷的话 惊吓满眼笑意地看向了他 眼神中的情谊不言而喻 看到惊吓的妆容像个小花猫 王爷无奈地伸手为他擦拭 这让惊吓羞红了脸颊 心脏更是不听使唤的加速跳动 等回到衙门 惊吓终于换了一身寻常的衣服 一想到刚才顺利搞砸了相亲 惊吓坐在椅子上长舒一口气 明媚的笑容 让一旁的王爷也看待了 随后王爷告诉惊吓 明天乃是司马大人迎娶自己表妹的日子 让惊吓跟随自己一同去贺喜 顺便到扬州去办案 听到又可以放假 惊吓爽快地答应下来 四日一早 惊吓代替王爷来到婚房祝贺 谁知新娘淳于敏却一反常态 对自己热络的过分 这让惊吓有了警惕之心 只因他知道淳于敏一直不喜欢自己 一想到今日是喜事 惊吓也就没有在意 毫无防备地喝下了对方敬的喜酒 不料刚站起身 惊吓就觉得自己浑身无力 而刚才还温柔的淳于敏 立刻换了一副嘴脸 见惊吓昏死过去 淳于敏就在丫鬟的帮助下 为惊吓换上了嫁衣 目的就是让他替自己嫁给司马大人 听到迎亲队伍已经到了门口 淳于敏再三叮嘱丫鬟不要露出马脚 就按照我之前跟你说的做 就这样丫鬟在淳于敏的事一下 急匆匆地来到正厅 表示小姐不满婚事竟哭晕了过去 眼看马上就要到了吉时 纯大人怕得罪司马家 当即决定将女儿就这么送上花轿 如此一来 惊吓蒙着盖头被司马大人背回了府中 而一旁观里的王爷 也在这时察觉出惊吓不见了踪迹 突然一阵风吹起 新娘露出了娇艳的红唇 这让王爷觉得有些熟悉 但从未想过身穿红衣的新娘会是惊吓 深夜昏迷的惊吓悠悠转醒 看着大红色的婚房 惊吓蒙了一瞬间 这才想起自己被淳于敏暗散了 趁着四下无人 惊吓拿掉沉重的习惯就想偷偷溜走 不料却发现这里到处都是守卫 正门不行 惊吓就将主意打到了窗户上 谁知头刚伸出去 一把利刃就架在了他的脖子上 就这样 可怜的惊吓就被守卫五花大绑了起来 等过了片刻 司马大人来到了婚房 刚推门就看到新娘一人站在屋中 不明所以的司马立刻掀开盖头 却发现新娘被掉了包 等拿掉了口中的布团 惊吓急忙向司马大人求助 搞错了搞错了 你快帮我把这绳子剪了 我不是您的新娘子 司马大人文言一脸的戏血 询问自己的新娘去了哪里 惊吓一时半会也说不清楚 只能挣扎着表示就是新娘给自己下的药 谁知司马大人不但没有放人的意思 还跟惊吓聊了起来 与此同时 王爷因迟迟未寻到惊吓 急得团团转 听到侍卫来报还未将人找到 王爷顿时慌了神 回想起今日新娘出门时怪异的场景 王爷瞬间察觉出惊吓出了意外 马不停蹄地带人往司马府赶去 这边司马大人不顾惊吓的辩解 就将他一把推倒 既然新娘换了人选 不如将错就错 千军一发之际 王爷带着侍卫及时赶到 看到受了委屈的惊吓 王爷瞬间怒火中烧 当场就要把人带走 谁知司马大人却不慌不忙 坐到床边把玩着惊吓的脸 表示他就是自己明媒正娶的人 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无法将人带走 可如今人尽皆知 司马大人要娶的人就是纯世之女 既然新娘被调换 那婚事自然不作数 见王爷一而再再而三地反驳自己 司马大人也是一脸玩味 没想到铁面无私的王爷 竟还有软肋 不禁对惊吓更加地感兴趣 这一幕直接惹恼了王爷 不顾一切上前将惊吓拉了起来 你可想清楚了 今日你真的愿意为这个小姑娘 与我撕破脸皮吗 听出话中的威胁 王爷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惊吓 蓝瑶将人抱起就往门外走去 等回到府中安置好惊吓 王爷就想转身离开 却被惊吓叫住 他原本以为今日自己在劫难逃 没想到在最绝望的时候 王爷及时出现了 惊吓不禁询问 为了自己而得罪一个全是滔天的人 是否值得 话音未落 王爷当即转身一把抱住了惊吓 他早该明白自己的心意 直白的话语让惊吓愣了身 自己暗恋十年的王爷 同样喜欢自己 一时间惊吓不知所措起来 回想起两人一路走来的点滴 惊吓发现自己每次遇险 都是王爷舍命相救 两人也早已习惯陪伴在对方的身边 看着面前惊吓呆傻的模样 王爷宠溺地在惊吓额头印下一吻 满目柔情堪比满天的星河 这让惊吓由惊讶转为了星星 小心翼翼地将人抱在怀中 感受到怀中的温度 惊吓这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不禁留下了喜悦的泪水 等过了几日 王爷解决了扬州的案子 便带着众位锦衣卫和捕快 启程回往京城 看着在队伍前领头的王爷 惊吓心中幸福不已 在众人抵达京城后 惊吓第一件事 就是去找在街上卖豆腐的母亲 见女儿办案终于回到家中 连大娘瞬间闹起了小孩子脾气 她从来没见过哪家女儿 忙得整天见不到人影的 哎呀有人看着呢给我个面子 惊吓说完赶紧向母亲介绍 灵仪是自己师父的朋友 专门来京城办事 这几天就暂时留宿在家中 一想到女儿半路上 没少给别人惹麻烦 袁大娘当即将人往家中领去 深夜惊吓在院中忙来忙去 可眼神却时不时地往门口看去 不料等了半晌都不见人影 惊吓便按捺不住直接来到门外 一想到王爷刚到京城 定会忙于公务没时间来找自己 惊吓失望地转身回家 谁知门还没关上 就看到了自己日丝夜小的身影 大人 惊吓呼喊着兴奋地扑到了王爷的怀里 他还以为这么晚 王爷不会来找自己了 说了让你等我 就一定会来 怎么能让你失望呢 惊吓闻言嘴硬地表示 自己只是闲着无聊 并不是专门在等他 可刚才惊吓在门前徘徊的场景 全都被王爷看了个正着 这下惊吓也不在嘴里 撒娇地捂着肚子 称自己等得都饿了 这让王爷宠密一笑 拉着惊吓就要带他去吃好吃的 次日一早 王爷带着见面里来到了原家 正是向惊吓提亲 这让原大娘有些不适应 以为眼前的男子 是女儿故意拉过来糊弄自己的 不禁披头盖脸数落了惊吓一通 即使惊吓再三解释 原大娘也不相信 这是一旁的林一卫两人作证 她在回京城的路上 已经见证了两人的感情 确实羡煞旁人 原大娘闻言这才半信半疑 自己的女儿自己清楚 从小没个女孩样子 而眼前的男子穿着非富即贵 又怎会看上惊吓 随后原大娘便询问男子的职务 得知对方不仅是个王爷 还是郑四品的景一卫 原大娘更是觉得离谱 可是我这公业她不行啊 打小就也逛了 那是街中一霸 我现在想想我就 怎么的了 我现在想想就逃我她 原大娘说完继续表示 之前给今夏介绍的相亲对象 全都是书香门帝 可今夏都嫌对方规矩大 如今王爷看上今夏 真不知是福还是活 知道原大娘怕今夏受了委屈 王爷也当场保证 王府没有太多的繁文入节 定会给今夏最好的一切 见两人情投意合 连大娘最终点头答应下来 让王爷正式提亲的时候 再来下品 两人的亲事板上钉钉 彼此相视一笑满是情意 随后两人来到街上闲逛 今夏相视在做梦一般 没想到他们还有修成正果的一天 这时今夏看到了 街边铺子上挂的吊坠 当即向王爷解释 这不是普通的语 而是会飞的捆 昆之大 不知其几千里 花儿为鸟 其名为棚 今夏说完便买下吊坠 将它送给了王爷 只因在今夏的眼中 王爷就是能够上天入地 无所不能的人 第一次收到如此特别的礼物 王爷心中无比甜蜜 牵起今夏的手继续逛街 八两也在这里祝福天下有情人 能够终成眷属